好了,我们跳一跳去讲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讲 有关这个本身 整个潘多拉文件 潘多拉文件里面讲一千多万份文件 一千六百万份文件 讲一讲它整个 拆解潘多拉文件的来源 它原来在一些涂水天堂 BVI公司例如 BVI公司不是不可以查查 是很难一点 但是原来记者或是一个组织 它决定去了涂水天堂 将所有BVI公司的背景起大出来 即是说那一千六百份文件 是包括了有些香港本身 可以使用BVI公司的人都已经在内 将来你再用BVI公司来做任何事 他们都可以定期踢爆你 即是现在不是名人 将来你们是名人 或者现在你的富豪 他将来都可以踢爆你 好了,接着就是他现在 将那些BVI公司里面 跟名人 或者跟政界人物的关联名字 联系起来 接着就将他的文件揭露出来 譬如在梁振英 或者譬如在董建华 董建华就说 董建华有七十多间 牵涉董建华 和董建华的儿子 和董建华的弟弟 的一些离岸公司 就是BVI公司 也是涂水的公司 因为那些是涂水天堂 或者转移资产公司 或者将他自己赚到的钱 转移出去 又或者梁振英 原来梁振英不是很多BVI公司 不过 有一间BVI公司 将来牵涉梁振英任期里面 他没有申报他的股权 是有所交易 这个是日本的一间 戴德良行的一个分公司 这两件事件里面我想说一说 有坊间有说法 立场其实也有站的 我不是说梁振英觉得要打立场 就要说他 立场作为一个报章 他应该把事实查清查楚先 在报道的方向其中一个说法 就是梁振英没有申报利益 本身不是申报利益 特首是无需申报利益的 特首本身是连防止贷务条例都不适用的 他申报什么利益呢? 本身的法例 本身的制度 本身的宪制 特首只需要在他上任时间那一刻 公布 就是申报他的资产 资产包括他拥有公司的股权 包括物业 包括他拥有土地 包括他贵重资产 这个申报就是向着 守着大法官去申报的 这个守着大法官拿到申报之后 并不是要调查这些资料的 是没有这个机制 这只是一个诚实机制 就是说你写了文件 给了大法官大法官收息 就是这么多 就是收到 就是这么多 并不是要逐条逐项查 好了 如果当中这些利益 或者这些资产申报之后 是有所交易 是不需要申报的 是没有这个机制的 好了 梁振英是不是呢? 坊间有说到 梁振英没有申报他在日本 这一间大德良行的一个权益 他是有申报的 他是有申报的 他是说了有申报的 他也是实际上有申报的 并不是没有申报 是没有说到是哪间公司用什么渠道拥有的 好了 第二 这间公司跟着发生的股权交易 是不是梁振英需要另外申报呢? 在机制上是不需要的 只是他上任那一刻 申报那个时刻就已经够了 这就是法律上的扭断 也是林郑月娥知道的漏洞 所以林郑月娥才说要把防止贵务条例 适用于特首 但是当她自己做特首 当她自己可能跟了不同的发展商 或者不同的利益团体有了交往 有了交换 交换就是勾结 甚至有了往来 各个形式的往来 包括礼物的往来 包括金钱可能也有往来 包括甚至股权的往来 有了这些千丝万钮的关系之后 林郑月娥就说 防止贵务条例是不可以适用特首的 不然就会伤害了特首的功能 这就是林郑月娥的说法 但是林郑月娥的说法 只有一 就算现在开始 把防止贵务条例适用于特首 对之前的特首都没有追究性 没有追究性 但是在林郑月娥的年代 根本是没有这一件事的 即是说 无论防止贵务条例 也不需要用于特首之余 她也不需要就着她的利益 恒常在变化时进行申报 没有这个情况 即是说林郑月娥其实 是根本无需就日本 这间大德良行的分公司的股权变动 作出申报 好了 最重要的指控 就是梁振英在上任期间 是首一个几月 她仍然是这间日本公司 就是一间海外公司的董事 董事就要申报的 但是她有没有申报呢 她没有申报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是致命商呢 这是一个问号来的 但是呢 这个又要对公司架构 或者对公司的运作有着熟悉才行 第一 所有股东的登记呢 并不是即时 并不是即时 今天我公司 我喜欢一个网友 我委任他就叫我们公司董事 我们即时通过董事的任命 接着就任命了他们的有权了 明天他就可以代表我们公司去签合约了 这个就是委任 但是接着我们向公司注册处的登记呢 就是接着才做 这个登记呢 可能去到公司注册处上网呢 现在需要一个几月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人兄 他来到我们公司 获委任党董事 做了工作过几月呢 才会在公司注册处的网页上见到 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 就是贞结了 现在你找一个文件出来 觉得梁振英当时是董事的职位 但是呢 就是说在站特首初期那个领域 在这间公司董事职位而没有申报 或者就是可能牵涉了你的冲突 但是可能梁振英会告诉你 我其实在站特首之前已经辞了董事职位 也都已经得到股东会通过了 董事会通过了 也都有董事会的会议记录文件去证明 只不过呢 就是会计或者公司秘书 在这个文件或者将这个事件呢 是情报回给有关当局做登记的时候呢 是有所需要的时间去处理 这个在法院来说呢 都是一个合理的辩解来的 就是说呢 对于梁振英的一个指控呢 我觉得这两个是很薄弱的 就是说有关梁振英没有申报利益 又或者就梁振英呢 在股权街日那里没有申报 这两个呢 基本上呢 可以说是没有Case的 有关梁振英究竟是不是踏在初期 他是在做这个公司董事而没有申报 这件事上面呢 他是有得申报的 他只要说就是公司的一个会计记录看到 就是董事的会计记录看到呢 他根本当时已经辞职了 也已经董事会已经批准了 他也跟着没有理行过董事的职务呢 那他也可以说得通啊 好了 接下来说到董建华了 董建华 无论董建华的儿子 或者董建华的弟弟 他在站特首之后 就是他下台之后 他无论用了几家BVI公司呢 都是没有犯法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他经李嘉诚 去投资东方港厂 这一个呢 有一个坊交说法的 董建华 很聪明 一个商人 他在做这个特首期间 他不断在大陆呢 跟不同的省市拿地方 拿土地 很聪明 拿土地之后呢 他没有钱发展 其中一个呢 就是北京的一个东方港厂 东方港厂就是 本身董建华上市公司 东方海外的东方 不是李嘉诚的 但结果是李嘉诚出钱 就把东方港厂建上来 结果呢 只是这个东方港厂 加上其他土地呢 相信董建华和他的家族呢 在过去完成了特首任期之后呢 可能已经最少二百至四百亿的一个呢 就是利益的了 就是说这个是赚的钱 跟着呢 他成了很多BY公司 也都很明显就是把这些钱 摆出去 是防止将来被人追究 也保证他指数后代 可以用到这些资金 包括他的儿子 包括他的弟弟 就用BY公司的形式 在海外呢 就将资产藏在海外 其中他的弟弟和他的儿子的BY公司涉嫌 是拥有香港的物业的 而董建华旗下有七间BY公司 是跟他有关的 在七十几间里面有七关 跟董建华有关的 这个问题在于 这些公司全部都在他特首任期之后成立 理论上你咬不到他 好了 问题就不是他究竟是不是特首期间出问题 问题是他作为一个普通香港市民 在第一次买楼的首次置业的时候 他没有交从价印花税 是买家卫园的时候 他作为首置身份买家卫园 是没有交从价印花税的事情 究竟有没有问题 这个不一定有问题 可能没有问题 可能有没有问题 这个焦点就不应该聚焦在董建华 作为特首期间的公职 因为这个时段里面他真的没有问题 真的是BY公司未成立的 但这个之后 它的BY公司成立了 其他BY公司也有一部分有持有资产 问题就是前特首总建华 就是前特首总建华 他作为BY公司的一个 导致也好 也好 他有没有因为这样而间接 或者直接拥有一些香港的民业呢? 如果有的话 他可能就不是 完全不是首置身份 他用首置身份去买家卫园 接着就不交这个重建引花税 可能这件事是涂税 这件事也可能是行使假文件 这件事反而大一点 是比梁振的一件事 如果证明 董建华手上的BY公司 是拥有香港物业的 董建华在买家卫园的时候 可能涉嫌出现了涂税 以及行使假文件这件事 董建华本身是 潘德拉文件里的一个缺陷 这个可否再查下去呢? 难一点 BY公司就算知道七家明清也好 你很难逐个香港单位去查 究竟有没有BY公司 拥有主义单位的权益 很难很难 但可能将来有人查出来也不一定 简单说 董建华、梁振英在潘德拉的事件上 我相信是一个小角色 大角色其实在普京 大角色其实在约旦国王 约旦国王自己的国经济不太好 但他在美国拥有十亿的物业 而普京主要揭示 普京的儿子和普京的私生女 的一些财务和经济状况 这一个可能是普京是生气的 也可能因为这样 所以美国的陪体 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媒体 大规模的要关灯 可能会受到黑客攻击 也有传俄罗斯公司在兜售 Facebook十亿的账户帐户 某程度上可以看到 俄罗斯不想在最高峰时间 这些资料不断流传 而留在俄罗斯国内 形成可能对普京 这个政权不稳定的因素 这可能是普京在整个潘多拉文件上才是主角 香港当然会关心董建华和梁振英 但如果关心期间 梁振英和董建华只有一个可能性 是犯了法 或者犯了亏 第一个就是梁振英 本身他究竟在辞任董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在登记辞任和实际辞任 有没有时间差 而他的时间差当中有没有牵涉特首任期 第二个就是董建华 又不是在特首任期期间 他作为普通香港市民 在他持有的BY公司里面 究竟有没有拥有香港的一些物业权益 如果有的话 他就理论上不是一个首置客 如果不是一个首置事业客 不是首置客的话 他就不可以买加位元的时候 最近买加位元的时候 就疲惫过了重价引发税 这似乎董建华在这方面的可能性 即是说犯事的可能性是高一点的 当然大家要查到 BY公司有没有拥有香港的物业 是很难的 很难很难很难 如果现在董建华说自己是首置事业 而BY公司最后揭发到 他的根本就是已经是自己业 利用这些BY公司的事业的话 有机会他犯了逃税 以及行使假文件 这个就是 因为首置本身要先 decare自己的首置 是过去没有买楼 你才可以享有免重价引发税的优惠 他骗了重价引发税 如果他本身不是首置 他就骗了重价引发税 他在文件上是假文件 这个是比较大罪的 究竟董建华有没有人口能力 去查到那些公司 究竟有没有用在香港物业呢 这个可能是整个潘德拉事件当中 或者潘德拉文件当中 是最值得 或者最有case去查的地方 跟大家唯一按钮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